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诸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勤书制药360》第三册 立以单元君道 于修身 即改过 二十一 才敏过人 为主贵也 博变过人 为主贵也 永觉过人 为主贵也 君子之所贵子 千善 既其不及 改二 恐其有余 这条出自于卷46 中论 博变 这两个字是从多方面的论说 这个辩论的意思 很会辩论 永觉是勇敢而果断 千善 去恶为善 改过向善 这条讲啊 财字敏捷过人 不足为贵 不足为贵 我们一般人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 那么这里所讲 这个不足为贵 为足为贵 这个不是最可贵的 博士善变过人 不足为贵 博士广博 这个士啊 就是说他很有知识 他很会辩论 超过一般人 这个也不足为贵 勇敢决断过人 勇敢果决的人 也不足为贵 那么以上讲的 这个三方面 我们一般人都觉得 那很可贵 但是此地讲 这个不足为贵 不是最可贵的 君子最可贵的地方 就是一心向善 唯恐不及 修善 恐怕修得不够 改正错误 唯恐遗漏 怕这个 很多地方啊 自己还没有改过来 恐怕呢 遗漏掉了 所以这个才是最可贵的地方 一个人啊 能够向善 改过 积极的 向善 恐怕这个善啊 做得不够 改正错误啊 恐怕呢 有很多地方不知道 遗漏掉 时时刻刻 反省 减点 不断地改过 这个是最可贵的 就像齐柏裔啊 改了49年啊 他还发现 还有很多过 这个是我们学习 效法的地方 那么修善 也是一样 还有很多善 还没有 去做 好 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福慧真掌 滑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